- 健康慎安公 健康慎安公 讓你越來越健康 各位觀眾平安 我是紅蘇慶 歡迎收看今天的健康慎安公 衛生這個問題 在台灣覺得越來越嚴重 人家說平均車 差不多每一七堆的扶車裡面 留一堆可能有衛生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討論 這麥犀其實有很多新的醫療科技 可以訪問 到底要怎麼做呢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我左手邊支援就是 中華基督教朋友 富山寶的吳承玄 吳醫師你好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嗎 到底是怎麼有一些人的麥犀 麥犀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這段VCR 經濟五季 台灣生有年齡的紅毛當中 大學有百分之十五的力量負車 因為不會生來尋求醫學幫助 路上的生育力力 大學在三十五歲以後 開始快速率體 目正醫學上 對無法受運的定義是 一對付出 過程幾年 無疼運的生育多一年 學生是更加久 不能有新 就是不穩定 不能挑剔完 原因 大學路上減百分之四十 南省百分之四十 南路上方都有問題 減百分之二十 百兩種癌 所能管公靈障礙 以及 主教劣模 躍為症 也是做生路性不能有新 最接觸到的原因 南省悲心的原因 通常以症狀素量太少 症狀化動力太差 症狀變形 以及無症症 都是南省悲心 比較接觸到的原因 是 悲心想要向你請教 說現在我們普遍 比較常見 這個不孕症的成因 這個原因 是 這個男人差不多是 什麼樣的原因 這個男人是 什麼樣的原因 是 主持人說得好 不孕症就是 男人跟男人 兩邊都要負責 那男人的方面 比較簡單 我們只要檢查一個 精蟲的檢查就知道了 男人的精蟲 要有分成說 它的活動力 它的縮目 還有它的形狀 譬如說 它的縮目 小於2000萬 是 譬如說它的縮目是不夠 或它的活動力 小於50% 譬如說它的活動力不好 或它的形狀 正常的 小於30% 譬如說它的形狀 是有問題的 所以男人的部分 是這麼簡單 我們只要檢查一個 精蟲檢查 就知道男人是處理的原因 是 男人的部分就比較麻煩 因為男人的檢查這麼久 譬如說 它到底有白人嗎 所以要檢查 白人的方面 看到到底有問題嗎 譬如說 我們看它的輸卵管 有頭部 是 還有看它的 譬如說 有子宮內母抑鬱症嗎 這個問題是說 大方月經來的時候 都很痛 痛到影響它的生活品質 甚至說 所以如果這方面 未經來的痛 就想說 是不是有子宮內母抑鬱症 因為這方面 可以引起補陰的環境 再說 有可能 男人檢查起來 兩個都正常 它也是沒辦法有心 這是叫做 不明原因的補陰症 這部分是 差不多8分10左右 所以 檢查的環境是很多 尤其是 男人可能比較麻煩 有的人 男人說 比較大男人主義 說 男人先去檢查 沒有問題 比較要檢查我 結果男人受到 很多的檢查 有最痛苦 結果檢查起來 是男人的問題 有的人說 你看我這麼粗用的問題 結果檢查起來 沒有辦法加金蟲 這是石油所聞 經常都會討論 所以一般來說 男人是說 不要行為大男人主義 要提供她的太太 所以如果說真的有討論 不正的問題 最好是男人、男人 就會來看富山科醫師 我們來檢查 到底問題是處理的 經過的原因 來做體諒 你剛才說到那裡 我本來很雀躍說 這樣很好就是 男人先去檢查 他如果有問題 我就不用檢查 結果不是這樣對不對 要做會檢查 要做會檢查 因為不一定 有問題不代表你沒有問題 可能兩個同一個 會存在 對 所以我們建議說兩個要做一個檢查 因為剛才疑似說 一個迷思 很多男人說 我身強體 壯過少年 我哪有可能不生 金蟲的數目 當然 大家主持有說 我們都是一個很大的環境 譬如說你如果接觸高溫 譬如說大家說的 你經常工作 悶在高溫的環境 確實有可能會影響 它的金蟲活動力 一部分最嚴重 是有金蟲症 這部分是最嚴重 有的人看起來 漢炒很好 不過金蟲的嚴重就是沒辦法吃 這就是有金蟲症 有金蟲症 我們在補映症裡面 如果說在1990年之前 是沒辦法養 這個中央人 大部分都是要 做第三者的金蟲 高度給他太太懷孕 不過他的 一半以上不是他的基因 因為一半是太太 一半是第三者的 1990年以後 有所謂的成為塑菌 成為塑菌 這是我們補映症座的 很大的突破 因為你說補映症沒半隻金蟲 為什麼還可以給他懷孕 對啊 這就要說補映症的成因是怎樣 五金蟲症的成因是怎樣 它有分成兩種 其中有說阻塞性的五金蟲症 一個是說沒辦法製造的五金蟲症 這兩個是差別很大的 如果是阻塞性的 要是說我沒辦法製造 不過我因為剃掉的 所以我沒辦法過 這叫做阻塞性的五金蟲症 是 如果這方面 譬如說我會想辦法 有你的副鉤 有你的鉤圓去抽的金蟲 這樣我還有辦法給你懷孕 所以這部分的問題是說 你要做所謂的鉤圓取菌 或是副鉤取菌 如果說好像取到金蟲 我就會經由四管嬰兒 用所謂的單一金蟲的行為受菌 趕快可以讓你無心 另外一種會說比較麻煩 就是沒辦法製造金蟲的 這部分會比較麻煩 如果這部分我們的做法是說 我們會為鉤圓做切片 如果鉤圓切片 有辦法找到金蟲 我還是可以讓你懷孕 如果說鉤圓切片 真的吹沒辦法吃 這樣沒辦法 你也是要找第三隻的金蟲 找到給你懷孕 所以有金蟲症 在現在這個時代 不是說絕對沒辦法有你的 我們現在技術很進步 所謂的單一金蟲成為受菌 這部分有辦法給你有你的希望 就是說雖然說 一般人修繕要兩千萬隻 可是你現在新的口氣 所以我釀一隻有效的 釀一隻就好 釀一隻就好 這是雙子的部分 這是雙子的部分 可是雙子的部分 他覺得他這個不孕的誠意 原因就有很多種 因為之前有人說 現在女性在說 比較常常見 可能是兩種去撻到 他有一些是因為兩種有一個 子宮內膜異位 有的是什麼子宮肌瘤太大 很多原因 所以到底 什麼時候 應該去做這個檢查 例如我們 他媽媽結婚 我們如果沒有避孕 多久之後 又沒有生的小孩 我們應該說 我是不是 付出兩個人要來做那個檢查 是 我們避孕真的定義 一般來說就是 你都沒有避孕 結婚後沒有避孕 差不多一年 如果一年後都沒有懷孕 你來去檢查看看 這樣說到底什麼 懷孕做成的 不過這要考慮年齡的問題 譬如說一個高齡的 譬如說已經三十八歲 甚至四十歲 你可不可以說等到一年 沒有懷孕才去檢查 因為年齡 是會影響 補孕這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譬如說 你已經三十八歲七十歲 譬如說你如果沒有避孕 半年 你就差不多要去找醫生 減到懷孕處理隊 譬如說一個年輕的 你可以等一年看看 因為一年的懷孕 累積懷孕差不多到八九十八 所以譬如說真的一年都沒有懷孕 就真的可能有問題 你來去查看看 那當主持人有說 其實最常見不應正的原因 就是沒辦法擺孕 但是我們常聽別人說 我有懷孕我怎麼沒有擺孕 對啊 其實有懷孕不代表說是有擺孕 一般來說有擺孕的懷孕 大部分都是很順 比如說二十八天 十十天 很正常 如果說沒擺孕的懷孕會很亂 譬如說兩三個月才來一遍 甚至半年才來一遍 甚至說幾個月來十幾天都不會寄 所以如果懷孕越不正常 有可能沒擺孕就越大 對嗎 在這部白孕的族群裡面 差不多百萬一百十 都屬於多男性懷孕症候群 所以有的人可能 聽過這個名詞 叫多男性懷孕症候群 這個背景最主要是說 它 天氣減掉起來 會發現它的懷孕會不會太高 前方可以看到它的懷孕 兩邊 它的懷孕都很小顆 不過又是沒辦法白孕 如果說臨床症候 它比較有多毛症 多毛 比較大口 或是說它會減不順 不孕症 所以如果說有這種現象的人 你特別注意說 你有可能是多男性懷孕症候群 當然這種精卵 通常腐章科醫生比較有多精卵 所以就去腐章科醫生 也要替你安排檢查 譬如說我們要求的檢查 看你的男性懷孕是不是太高 可以做一個超音波的檢查 看什麼像多男性懷孕 還有配合你的臨床症狀 它的治療當然是要先讓你排涼 所以我們先讓你排卵藥 在治療 再來說 剛才主席委員有說 兩床去打掉 是 這個檢查要怎麼檢查呢 有人說 我有排涼是怎麼兩床會打掉 這又是不一樣的 因為兩床 幾兩床 輸卵管 幾輸卵管 兩個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有排涼 你給我看你的輸卵管有通嗎 如果說不通 你的涼 排出來的涼 沒辦法經過輸卵管 像你的精蟲也消毒不到 所以也是沒辦法懷孕 所以這個輸卵管有通不通 非常重要 當然這要檢查 這個檢查叫做 輸卵管子宮攝影 這個檢查是很簡單 不過消化的困難 因為這跟經營劑管理的時候 消化的困難是 感受困難 我聽到檢查還會說 才會困難 有的人看來的感覺 有的人做到時候說 真的痛到有的人做到時候 沒辦法困難 沒辦法困難 對 說到這樣 個人在感受 對 個人對疼的就不一樣 不過這個檢查 雖然是說消化的困難 也很重要 如果輸卵管子宮攝影響 是 你還有白人也是沒辦法 他也是沒辦法困難 是 所以這個檢查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做 還有現在有一些 醫生在注意到說 因為一些青少女 我們現在性行為比較頻繁 沒有去保護 可能有一些感染的問題 可能這造成 骨盆腔的反覆發炎 可能也會影響到 日後懷孕的機率 像這種人你們在看 他是骨盆腔 這樣沾黏還是什麼樣的情形 也是不容易懷孕 對 朱吉林說得好 我們台灣公益的 不孕症其中一項 就是輸卵管阻塞 對 輸卵管阻塞 最大的原因就是 骨盆腔發炎 受影替炎 當然當然要說 子宮內某醫院症 我們也有可能引起 輸卵管阻塞 不過最常見的 還是所謂的骨盆腔發炎 骨盆腔發炎當然是 性生活是最主要的原因 性生活裡面 更是所謂的PV菌 這個菌是最常見的 骨盆腔發炎之一 PV菌這個肝嚼 是一定有性生活來感染的 所以如果說 譬如說性班禮比較多 性生活比較早 然後常常有白帶 肚子會痛 你就要小心 有可能真的有骨盆腔發炎 那骨盆腔發炎如果嚴重的話 有可能就造成你的 輸卵管兩邊都撞到的 當然這樣就造成所謂的不韻症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的消費不疼痛 或是白帶的痴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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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有草味 或是會症 這個時候你幫我 請輸卵管阻塞給大家看看 看你是不是所謂的陰道炎 陰氣你的骨盆腔發炎 因為這種陰氣你的輸卵管阻塞 造成你的不韻症 不用說我喝一個過去 可能你現在喝一個 不太辛苦 或是它的反覆的發炎 或是造成你以後 想要懷孕 你不會生的一個主要原因 對 主要說得對 因為就是所謂的反悟發炎 甚至變成所謂的 慢性骨盆腔發炎 竟然可以去所謂的輸卵管阻塞 了解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不韻症 原因有很多款 或是也有很多治療的方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節公告 現在再回來 歡迎來到健康 先跟我們說 現在未生的問題很嚴重 其實治療的方法也很多 要治療之前 我們先檢查 確定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來看看現在有什麼檢查的方法 近年來 因為文明進步 跟社會環境變成 頂頂因素的影響 做生態的未生的症狀 才有孔子母的所謂 好像有越來越多的哭泉 他們去未生的原因有很多 所以檢查和治療 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 有三個醫師 會先跟太太進行求婚 治療所能管X光 列癢 有三個超音波列癢 來檢查治療所能管 是否有結構 白癢的問題 先是 就要進行政業分析 再決定用什麼方法來做治療 有得受運的原因很多 並不是所有未生的女兒 都要做事館嬰兒 有的治療消毒不受運的障礙 就能有新路 醫師剛才說 反覆骨盆腔發炎 可能會造成疏軟管的阻塞 還是什麼 在說我們兩床去達到 排卵的功能不太好 你剛才說 子宮的肌瘤還是異味 也是這個不孕很重要的問題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們不孕症的檢查 在說要做治療的檢查 看的效果有正常 看的白癢 人家說要做一個瘋狂館的檢查 看他的瘋狂館有通膜 其實老公的瘋狂館 和子宮的攝影 在看瘋狂館有通膜以外 也可以看到 主公的裡面 有什麼陰影 如果說有陰影 在裡面 有可能裡面有所謂的席露 所謂的肌瘤 這也是影響他的佩胎左床 造成不孕症 當然這方面的檢查 肌瘤的檢查 在說做子宮攝影以外 超音波是我們富山哥 最愛做的一個工具之一 超音波的檢查非常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有百度瘦 還有衛生瘦 如果說百度瘦 不然你要重量 因為透過膀胱 來照你後面的主公 就可以看到你的主公裡面 有生的肉瘦嗎 肉瘦其實來說 在富山科 有福人人來說 是經常看到的症狀 一般來說 肉瘦差不多 四分之一的 那些婦人人 都有大小不同的子宮肌瘤 是 肉瘦到底是要處理嗎 有人說到底肉瘦是多大 這種比較要處理 一般來說 是經理說 你如果有症狀 比較有處理 有的人譬如說 三公分的肉瘦 不過他生的所在 不是生的所在 所謂的子宮內膜裡面 這種肉瘦 就影響你的症狀 最多明顯 譬如說病火 他說外症很痛 所以這種 不可能要處理 雖然是三公分 甚至說 他是不孕症 這部門就是要處理 有的人 他的肉瘦譬如說 已經八九公分了 不過一段症狀又沒有 他的外症症狀又沒有痛 他可以生三四的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種別人就不一定 說要處理肉瘦 所以肉瘦到底是要處理嗎 是看著症狀而定 你如果說 這個婦人人 他檢查起來是肉瘦 他沒辦法生 今天檢查都症狀 這樣有可能肉瘦先處理起來 比較有辦法 除了肉瘦的檢查以外 蘇西人說就是 子宮內膜異胃症 那這個症狀 例如說不孕症的別人裡面 差不多有四五十%的人 都有子宮內膜異胃症 其實是經常遇到 他最主要的症狀就是 他未經來這裡痛 甚至參加症狀的時候會痛 慢性的股閉腸疼痛 從蓋達完 他也會造成福音症 所以這個症狀 對福音症的表現來說 非常傷腦筋 他的檢查其實是不適用概念 當然子宮內膜異胃症還有分 他有分成生二月 參加生二月 如果生瘦我們做一個所謂的超音波 是會看得出來 譬如說 譬如說生在暖鑿 我們叫做子宮內膜異胃症 他有一個名稱叫做 巧克力狼種 現在叫做巧克力狼種 因為有的金的火 就在暖鑿裡面 一段時間以後 就變成巧克力的顏色 所以叫做巧克力狼種 其實像子宮內膜異胃症 是一樣的民宿 譬如說不一樣的公法 有的人是沒有生瘦 不過是一點一點的 在骨盆腸裡面 所以叫做骨盆腸 子宮內膜的症 一般來說 都有可能作成不應症 當然作成不應症 原因是很多人 有的人說 因為它作成輸卵管 撞到的 還不通 有的是它會產生一種抗體 這種抗體 它的周期你的金蟲 跟你的卵 在體內的結合 所以你的體內 它是沒辦法塑菌的 甚至你的胚胎裡 天天會沒辦法著床 所以這種病的人 如果是很嚴重的人 甚至就說 它要做到骨盆腰 骨盆腰 骨盆腰就是 它在骨盆腸裡 沒辦法塑菌 所以我們就把骨盆腸 拿出來體外 讓它塑菌後 變成胚胎 後來胚胎 把胚胎放在它的主宮裡面 這叫做骨盆腰 所以料理說 子宮內膜異胃症 有的人處理 就是要做到骨盆腰 靠它 讓它順利復心 剛才醫師有說到一個 我個人覺得很特別的疾病 叫做骨盆腸抗體 就是說有一些 越相似的朋友 它自己的 是說它的能量 還是它整個系統 會去排斥 它自己先生的骨盆嗎 是 這個抗骨盆腸抗體 一般來說 你的子宮頸是最常見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本身的檢查裡面 我們會檢查就是 抗骨盆腸抗體 它的檢查是非常簡單 我們現在 有時候要拜登的時候 因為它的子宮頸 拿一些年力 出來在生育鏡底下看看 如果說它的金蟲 比如說在原地打轉 都不會上當 不會向前有 那代表它應該是有抗體 所以它的金蟲被困在子宮頸 都沒辦法進去 沒辦法攻城掠地 所以如果是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它有抗體 所以金蟲沒辦法進去 這要是造成不應真的 這個原因記憶 問題是如果真的有抗體 它的抗體 它的抗體方式 也是做人工塑精 意思是 它自年塑精的時候 金蟲裡子宮頸沒辦法進去 所以我們只用一個小小的管子 把金蟲直接送到子宮裡面去 避開它的子宮頸 這樣可以打到它懷孕的目的 這叫做人工塑精 所以人工塑精 因為金蟲抗體裡面 就是一個地牢的方式基因 就是說高速公路還是高鐵 我直接給你送去高雄 你會不會通過路障 這樣就可以直接去 可是這是針對說 其他環境都是正常的 它可能跟子宮進口還是什麼 它有一個金蟲抗體 你金蟲在那裡給它 可能台詞還是說什麼正常 我們要用這個方法 所以你說這就是一般我們說 人工塑精 就是用這個方法 你說用導管還是什麼 對 這個小小的管子 要把金蟲處理過後 我們直接送去主廣裡面 所以老主持人 告訴我們不錯的 就是說 在老公這部分的問題 你還要配合你的水冷管 要有通 你要說水冷管不通 你做人工塑精 把金蟲送進去 它也沒辦法 金蟲由水冷管 油到你的鑽燥那裡 所以也是不好 所以你如果要做人工塑精 你會調教你的兩邊的水冷管 寄這要有一邊一通 你做人工塑精比較好 你如果兩邊都打掉 你做這也沒辦法 所以說 針對人工塑精這個方法 正說是我們 生殖醫學來這裡的入門款 說比較感染的方法 可是有一個限制 例如你剛才說 水冷管要通 是 紅酒是要通 其他可能沒問題 我們可以試試看 聽說這個人工塑精 是越年輕人的成功機率會越高嗎 一般 不管你是要自然受孕 還是要人工受孕 是你做室管營樂 年紀都是做 最佔大部分的因素 就是說你的成功不成功 年紀是非常重要 是怎麼說呢 因為年紀代表你的 亂照的光年好還是不好 一般來說 是怎麼說 40歲以上就不容易懷孕 其實照我們的統計 你只要過30歲以後 甚至35歲以後 你的亂照的光年就越來越壞 雖然你的白年 不過你的白年 20歲的品質是不好的 所以是怎麼說 高年產婦 34歲 35歲以上 你雖然懷孕以後 我建議你做養水 所謂養毛穿刺 最主要給你檢查說 你的染色體 因為雖然你的白年 你的亂照 有可能品質不好 甚至有可能染色體異常 所以你的嬰兒 有可能有所謂的糖氏症 還說染色體異常 所以雖然是你可以懷孕 不過品質不好 嬰兒也可能是問題 這個亂照的品質 可能年紀是成正比的 如果年紀越大 你的品質一定越不好 所以為什麼高年不容易懷孕 就是說你不會白年 你白年的品質不好 就會導致你也不容易懷孕 所以年紀是非常重要 一般來說 最適合懷孕的年紀 大概是25歲到30歲之間 如果說超過30歲 4歲甚至超過35歲 你就要反而說 你有可能品質不好 你的小孩子的 異常的機會會比較高 是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 你要懷孕就要早點懷孕 有的人說要拚經濟 說要先讀書 先工具先做得好 才會生病 等到你拚到三、八歲 要生病出來 那就麻煩了 柯瑜剛才說 我們平均掃 昨天做人工受精 它的成功比率差不多多少 是啦 一般來說 如果說自然受孕 不是說作業就一定懷孕 對啊 是你有一種連續劇 說那天 這天用錢包教育就懷孕了 其實機率不太高 一般來說 我們正常的受孕的機會 每個月大概是差不多15%至20% 是不太高 不避孕的情形 對 不避孕的情形 你能說 其實是比自然的受孕比較高 稍微 平均來說 總共有20%左右 其實我們也不太高 室管音樂就比較高 室管音樂的懷孕 室管音樂的懷孕率 室管音樂的懷孕的過程也比較複雜 譬如先打破眼針 還有取卵 然後在體外受孕以後 培養成胚胎 再把它放進去 所以室管音樂的懷孕 是比較複雜的 但是成功率 其實比人工 高的差不多一倍以上 50% 人工差不多20%左右 所以人工 一般來說是要做幾遍 一般我們經理差不多 三遍至四遍 你刺三四遍 對 如果說真的不成功 你做第五遍第六遍 可能它的成功率 真的不會比較高 所以一般來說 差不多三遍至四遍 不成功 也是要建立做室管音樂 所以說我們在剛才入門款 人工受精一般的基本配備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 都有做到室管音樂 剛才我們吳醫師有說 室管音樂就是 把女性兩卵子拿出來外面 跟男性的精子 等於說要讓她體外 讓她受精 我們一般都是差不多 在我培養幾天 我們把它放回女性的子宮 是 大家先把室管音樂整個過程 做一個要介紹 一般來說 你做室管音樂 一定要做排氨針 排氨針 沒有就是說 我們希望那兩個 可以出比較多顆 是 因為一般來說 譬如說 正常流行一個月一顆 一個月一顆而已 對 一個月一顆而已 其實室管音樂 1978年 第一個室管音樂誕生 那個室管音樂就是 自然的室管音樂 就是說 她沒有煮排氨針 她就說 拿來跟她擦一顆蛋 要把這顆蛋拿出來之後 她在我的受精 還要放下去之後 她就懷孕了 所以那個室管音樂 就是用自然排氧的 都沒有打排氨針 現在室管音樂 都要煮排氨針 最主要是讓她量比較多 是 因為一般來說 現在我發言說 如果量量比較多 筋更好的人 更好的胚胎 兩個胚胎 兩個胚胎增進去 成功率會比較高 是 所以你說 如果一年多 她的成功率 室管音樂成功率 差不多 平均只有 只是10左右而已 其實是很低 如果說做排氨針之後 讓人量比較多 可以算 成功率就甚至可以高到 40、50%的左右 所以一般來說 室管音樂都會經過 打排氨針這個貴重 那打排氨針差不多 幾天 一般來說 差不多八天至十天不定 看你們兩個花園看怎樣 如果說兩個花園要不錯 我們就用所謂取卵的方式 現在取卵的方式是為陰道取卵 不像以前時代都要用複腔鏡取卵 你把牙齒 開刀 把牙齒加三缸 現在都是為陰道取卵 所以陰道取卵是沒空水的 取卵取到外面來以後 再跟你的菁蟲就是受菁 受菁要變成胚胎 把牙齒放在你的足球裡面 要完成整個過程 所以本來講大概就是牙齒的時候 會比較辛苦 其他地方應該是很大的 因為現在牌籃針越做越進步 沾洗個機子 龍蟋就很小 所以是不是都叫別人自己煮夾頭 做作品打針 一支是炎筆的 剛才做的就這樣打得好 對 牌籃針好像炎筆一樣 其實裡面沾洗個機子而已 所以自己煮都還可以忍受 不是很痛 其實在這裡我們剛才說的人工受精 還有四冠嬰兒 最近幾年生殖科技有很大進步 還有很多改良的方式 我們是不是休息一下 進入了工具 稍等再回來 歡迎回來 健康型安工 我們現在不孕症的治療是越來越進步 在那裡以前聽過說 這是什麼人工受精 還有這個四冠嬰兒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改良的方法 會用這個成功率給他提高 那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先來看這段VCR 這幾年來 人工受運的技術 已經有中台的進步 有助排涼的藥物 現發生也有相當的成就 人工協助生殖技術 是近年以來 醫學界就有中台特化的環圍 這幾年 以後發展出來的成功 也做好讓全世界 目的技術賣身的病患 包括複製 細胞核轉質 頂頂技術上的發展 有很多中台特化的所在 不過 就現階段來說 衛生的阿嬤大多數 都已經可以借到 心中挑選有經驗的合計醫師 跟完全的食鹽色設備 在食堂應用各種人工 協助生敵技術之下 達成受運的願望 剛才以前有說到 我們現在傳統這四款嬰兒 就是差不多排卵針 然後取卵 取卵拿出來之後 讓它給它體外受精 受精 我們差不多放幾天之後 把它放回去子宮 或是放在什麼地方著床 可以開始期待這個寶寶的誕生 是 一般來說 體外培養 是培養就兩天至三天 當然這個胚胎 在體外 你要說多久 要說這個胚胎是如何 很好 所以你也要聽說 有些是第五天 才有這個胚胎放進去 叫做南胚期的胚胎植物 所以放到第五天已經 它分裂很多了 對 所以叫做南胚期 一般來說有所謂的 哪個細胞 四個細胞 八個細胞一直到南胚期 南胚期當然是 之前說有已經很多細胞了 所以一般來說 你可以換到第五天的胚胎 都是最好的胚胎 所以你可以第五天把它放進去 當然是最好的 問題是體外環境 平常體內畢竟還是不一樣 所以本來來說 你體外培養到第五天 差不多一半的胚胎都會撞掉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放到第五天 你就要考慮你的胚胎的縮目 有夠多嗎 譬如說你的胚胎不夠多 譬如說只有兩顆三顆 你就不要冒險 差不多第二天第三天 你把它放進去 如果你真的要撐到第五天 萬一如果說胚胎都撞掉 你就沒有胚胎可以放進去 所以你要放到第五天的 南胚胎植物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看你的胚胎的縮目 夠不夠好 夠不夠多 如果說有夠 你才可以選到第五天 才會放進去 其實以我們的經驗來說 第三天 差不多第五天 他的左床率開始有差 他的發言率開始有差 所以如果說可以放到第五天 當然是最好的 問題是跟我說過 你要看你的胚胎有夠大嗎 有夠多嗎 還是有夠好嗎 植物圍的方式 現在都是從陰道植物 是 另外這種方式就是 從腹腔進植物 然後腹腔進植物到你的宿療館裡面 當然這是要謀方說你的生理的狀況 一般來說 正常的胚胎就是從宿療館一直到 子宮內母左床 直接放在子宮內母裡面 當然不必從宿療館這樣一直 旅行到子宮內母左床 這樣比較適合自然 所以有的人說有腹腔進 把胚胎放進宿療館 這是宿療館的胚胎植物 也可以 問題是說他要做腹腔進 他把他開刀 他把胚胎倒也是這樣三缸 也要把他全身麻醉 所以一般來說 對病人來說是比較 所謂的傷害比較大 所以我們現在植物的方式 還是以所謂的陰道植物 這樣比較大部分 因為病人不用麻醉 不用開刀 成功力還是可以維持到不錯 所以一般來說 現在是陰道植物 所以一般自然的受體 是在宿療館的地方 這個宿療館 瘦筋 它慢慢比較大 它再落下來 所以本來要模仿 可是它是一個 相對缺點的說 你可能要全身麻醉 所以一般我們就是用這個陰道植物 對 聽說最近還有針對 因為現在大家流行 結婚比較晚 都在拼了很多 所以來做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卵真的太老了 你剛才說 你是希望說 我們是25歲到30歲來生 你的孩子是同都好 很多人來找的 可能已經35、30人 現在已經常常看到 這些人 他當於卵子品質 比較不太好的時候 我們現在口機 有一個方法幫你幫助 他說 他的受孕率也比較好 還是成功率也比較高 我們的基本裡面 其實宿療館2月的發孕率 參年期是真的有關係的 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要到50% 你的年期差不多都是年輕 25歲、30歲左右 比較大一點 如果你超過40歲 你的宿療館 就成功率可能差不多10幾%而已 差很多 當然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你的兩個品質更好 還是你的胚胎品質更好 實際來說 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年紀老化 就沒辦法再回存了 當然有些方法 可以幫助於胚胎的左床 因為是怎麼 宿療館的成功率好像50%而已 有一半是你的胚胎不好 有一半是沒辦法左床 你如果說沒辦法左床的原因 其實來說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沒辦法左床 對啊 有些人的胚胎很好 但是放進去就是沒辦法懷孕 這就是沒辦法左床 所以這部分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說胚胎不好 當然是知道原因 有的是譬如說你的 煮的蝦 你的品質不好 還是說最主要是你的年紀不好 如果說這方面要怎麼改善 如果說胚胎 譬如說體外培養的時候 或年紀比較大的人胚胎 胚胎外面有一個殼 叫做軟殼 是 打個比方 軟殼說一年兩 如果說要浮發出來 就是要破殼而出 是 不過你的胚胎外面的殼 像個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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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打個殼 讓它更容易複化出來 這樣它就可以提高它的著床率 所以配胎打動 這其實真的可以增加它的著床率 所以說對於 比如說年紀比較大的 還說它屢次都失敗 失敗過好幾次的 我們倒是可以考慮說 配胎打動這個方式 來幫助它著床 有告訴你 小肌有時候 隔半天都不會出來 你自己拿一個殼 給它這樣方便出來就對了 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你如果弄一殼後 它會更容易配胎複化出來 它會更容易配胎 這個原理是一樣的 再來第二 我剛才說的 我們培養到第五天 這也是一種方法 再來第三個說 你可以在胚胎放進去之前 先知道胚胎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是不是我可以知道 它在染色裡有症状 還是它沒有帶有遺傳性的疾病 所以這叫胚胎所長前的基因診斷 現在科技可以進步到這種程度 意思是說我現在第三天有胚胎 八個細胞 我現在出一個 還是兩個的胚胎細胞 我先來檢查這個胚胎 它的染色裡有症状嗎 譬如說它有帶有基因的疾病 我先把它排除掉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這個胚胎可以最快好的胚胎 它沒有什麼遺傳性的疾病 沒有什麼染色體的異常 你要把這個胚胎放進去 當然這個胚胎做生率會很大 當然不是說大家都需要做這些 這麼複雜的技術 所以一般來說 需要做這個程度的人 都是譬如說做古老闆 四管癮的失敗 還是高齡年紀很大的 還是說它之前真的是有懷過 有染色的異常的 還是說它有重複性的流產 常常落體 還找不到他們的 像這種正常的人 我們可以做胚胎前的基因診斷 我們可以幫助他的 四管癮的成功率 所以確定我們的胚胎是健康的 我們就針對這些 我們實際上找不到原因 只好給他改善 說我確定我車最好 再給你放下去 可能成功的機率會高一點 是 所以剛才我們有說的 其實做這些人工生殖 不論你是做人工受精 還是做四管癮的 有一個先決要件是 我們剛才之前的檢查 你如果本來的原因 要先處理對不對 例如說 你剛才說 有些人叫做多囊性卵巢 這經濟也有很多女性 她比較肚子 有說多毛 可能有這個原因 她怎麼沒有去治療 她直接來做人工生殖 會不會嗎 可以 問題是說 排卵的問題 因為這種白人 就說這只要是沒辦法排卵 那沒辦法排卵 當然是第一個 排卵要給她排卵 問題是這種白人 差不多百萬一三十 吃排卵也是不好的 如果說不好 這種白人就是要打排卵 排卵當然就是第一 就是要注意 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這種白人 他煮排卵的時候 他對排卵會比較過敏 所以甚至有人 鑄料的時候 變成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 就是說 他的兩株 兩株 兩株很正的 甚至朵朵很重 還有附水 這就是所謂的併發症 是 有時座市管 我們也會做這種情形 所以如果要做排卵的時候 你要注意說 這種白人就是要注意的伎量 也不可以做太多 是 我們是要讓他排卵就好 不過也不可以做到 讓人們太多 還要做一定有負水 導致病房症候也不好 所以如果要治療 剛才這段時間 會被人 要讓他排卵 其實有些地方也要注意 過猶不及 是 要讓他排卵就好 不可以做太多 我們剛才說 即使是這種 我們有很多 科技的方法排卵 可是這個 市管英額的成功機率 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有的人會想說 是不是醫生 你練個胚胎 既然你排卵那麼多 胚胎可能有很多顆 我們一次給他放這個 比較多顆 好啊 這樣不是同舊十個 會丟一個 有時候會被人要求嗎 主持人問得好 當然 你市管英額的成功率 像你派他放他的數目 是成正比的 是 你如果放很多顆 當然你發音機率會更高 不過有一個問題 叫做多胞胎 多胞胎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 我們現在和這個要放四顆 現在也有規定 現在有規定 法律要不規定之前 大家都是拚所謂的 軟海戰術 意思是說我要放八顆 放九顆 一定要讓你發音就對了 先發音再說 問題是現在 現在不是這種心態 因為多胞胎這個問題 非常大 我們知道多胞胎 會造成早產 對 早產 大家不只是 存活的問題 甚至說 如果真的不用管我下來 有一些併發症 譬如說 他的氣泡還沒成熟 他的腦袋還沒發育完成 他的腦袋 他會破棄 要開桌 所以早產 其實對 不管是富商科還是小理科 都是很大的負擔 甚至對家庭 應該是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要降低他的肚胞胎率 現在也要限制他的胚胎指路的數目 為什麼要指路四個 這就是說 平均來說 指路四個會中一個 這是平均來講 但是 老實說 年紀也有關係 所以如果說 越年輕 你的胚胎越好 你的數目就要更少 平均來說就要放三個 甚至放兩個 那像國外的話 他又整天越嚴重 越嚴重 只能放一個 像歐洲系統 我只能夠放一個 因為他就說 我一定不要 我一定不要有肚胞胎 我一定不要有肚胞胎 不過在台灣 又不一樣 因為台灣說 雙胞胎還可以接受 尤其是農縫胎 農縫胎更好 這次要給他開關 所以在台灣裡面 你如果說雙胞胎 是我就接受 不過你如果說 三胞胎 四胞胎 一般來說 就是建議說 需要減胎 會不會造成他的早產 然後造成小孩子的危險 我多數看到 在做人工生殖 尤其做試管嬰兒 很多都是雙胞胎 因為 可能還不會做到後半段 他吃排卵藥 因為排卵藥刺激 他不一定 也一次敢吃 出一顆兩 有時候一顆兩 是不是排卵藥 也是很多有雙胞胎 我們想不想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來說 人工生殖跟多胞胎的問題 我們先進行一個工具 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健康新健康 現在有很多人 可能會不會生的問題 可是也有很多人 靠醫療的口感 有自己的孩子 也很開心 我們來看這段VCR 對大多數的女兒子來說 對大多數的女兒子來說 衛生絕對不是一種身體狀況 衛生的精緻 都是核生肯 讓生肯看賣別 帶來盡懷疑 進行的靈感跟社會負擔 媒生的外婆 普遍經驗過這種情緒 憤怒、收起、挫折感、失敗感 朋友和家庭的孤立、消停和悲傷 近年來,拜現代醫學進步技術 人工生実技術不斷進步 讓很多不能收穩的家庭 可以妄想生真、照著生実醫學科技 讓其妄找人北部的孤子母一向俗緣 不穩定的療法 看起來好像複雜 不過,很多醫生跟一些專業技術員 在實驗室裡面操作 孤子母只要按照知識 讓醫生出能、出精就可以 但醫師跟精、兩、結合成功之後 放在祖宮裡面 讓媽媽可以順利和心 醫師剛才有說 可能我們以前想到多胞胎 就是因為胚胎是不會把它放太多 所以現在有規定 我們同桌一次可以放四個 可能年輕人又會把它放得比較少 比起年多胞胎的問題 可是有些人聽說是因為他吃排卵藥 可能是最早是以後不會再做吉他藥先吃排卵藥 結果吃排卵藥 一次不是只排一顆卵 結果也是多胞胎 有這種問題嗎? 當然有 一般來說正常 這個婦人一個月要一六年而已 不過例如吃排卵藥 或是助排卵生 當然有可能一個月就排卵 三六年 四六年都有可能 如果你的運氣更好 這兩年都受精 當然有可能有多胞胎 多胞胎來說當然有說過 雙胞胎實在不錯 尤其是雙胞胎接大歡喜大家都開心 不過如果三胞胎 四胞胎最不好 因為那時候比較早產的問題 你要解管 就是小孩子生下來的病患症會比較多 再來說他的鮮藏的方式 一般來說 單胞胎一個雙胞胎 什麼都是用自然生的比較多 還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不過如果雙胞胎 大部分有一個都配不吃 因為他裡面的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他兩個小孩子他都要照顧 大部分是照顧一隻吃一隻不吃 甚至兩人都不吃 如果說坐胎不吃 要自然生的話就比較危險 所以一般來說 雙胞胎大部分坐胎不吃 都採取所謂的博物生產 所以我們要跟他的生產方式 也是有關係的 再來說多胞胎 他的問題是可以早產 早產的話我們就是要安胎 像上禮拜我給他一個白人 三胞胎的白人 他病人住一百天 安胎要一百天 因為懷疑五個月 他已經安胎 安胎到九個月 住一百天 所以白人住胎也很辛苦 主委中心也很辛苦 所以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多胞胎 你告訴我他有雜散的問題 雜散你住胎胎 這有一點是非常辛苦 所以多胞胎當然是 有一點他的問題 當然是共同胎胎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你如果說他也要談論 他的雜散的問題 胎胎的問題 甚至白人會比較容易 譬如說認診毒血症 或糖尿病 有一個併發症 這種可能是要注意的 所以多胞胎 會有多胞胎的問題 大家也是要考慮的 很多人因為 我們現在服孕症的治療 人工生殖 減保是不適合 所以很多人都是自費來做 自費來做就很保佩 因為他想說 好不容易就一個小孩 聽說有的人 有心療療 很快就一天到來做檢查 想說是不是發育有好 有健康嗎 到底從我們人工受孕成功之後 是不是跟一般產前的檢查 都回歸正常 不用特別來做什麼檢查 還是說其實 可能他多胞胎有什麼情形 你會要求增加檢查的頻率 當主持人說 發營後 市管院就發營後 要做產能檢查 我們先說頭前的問題 有人說市管院做後 是不是要多幾個月 是不是要多到生的危機了 這是不必要 一般來說 倒參與你的懷孕率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有人說 是不是我胖胎放在那裡 我以後都不會照顧 我們的經驗 還是國外的經驗都是一樣的 你胖胎放在那裡 你隨機來走 還說你在這裡倒 倒一星期 倒兩星期 懷孕率是一樣的 所以有人問我做市管院 是不是要把頭部洗掉 重新來做這個市管院 不必要 不必要 要拚一下 來做市管院 如果要做市管院 還要把頭部洗掉 你對來進來做市管院 所以 做市管院 你還是可以繼續工作 維持正常的作息 正常的作息都沒有問題 你走路 上班都沒有問題 這個都沒有問題 不會影響你的懷孕率 還要說你懷孕以後 怎麼去做產能檢查 一般來說市管院 一般的小孩子是一樣的 即使你的產能檢查 就照一般的產能檢查 就可以了 譬如說有些情況就例外 譬如說懷孕以後 譬如說有出血 那這種出血情況的話 你可能就要比別人 做市管 做產能檢查 比較密集 對 說是怎樣 因為懷孕期後有努力 不可以改善 甚至有人說沒心跳 有心跳後病作沒心跳 這種所謂的流產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問題 你就要做密集的產能檢查 譬如說剛才說過有流血 反應只要是流血就不正常 你只要回來檢查看一看 看你的胚胎有正常嗎 看你的小孩子的心跳有正常嗎 如果你的 反應的現象都正常的 你如果沒有流血 甚至要不會背小孩或肚子 或是怎樣 像一般人一樣 你就照一般的產能檢查 來檢查就好 譬如說你正 差不多正三個月 一個月檢查一遍 當然這裡有一些檢查 非常重要 譬如說一開始的時候 會提供檢查 所謂的地中海性評選的 四個月的時候 會檢查所謂的染色體的篩選 譬如說你有沒有唐氏症 會篩選 這也會建議你做 五個月這個非常重要 叫做高層次的參謀檢查 這個檢查最主要有看你的 小孩子的五官 四肢有沒有正常 意思是說有沒有畸心 先要等到五個月 因為五個月二十週 所有的器官才會發育完成 所以你想過早做也是不好 你想過外做 遲到二十四週也是不行 為什麼 法律規定 二十四週之前 你們的問題可以中止認成 你如果遲到二十四週以後 不能夠中止認成 所以二十週到二十四週 這個期間可非常重要 你要做一個高層次超人坡 最主要是在看小孩子 有沒有所謂的畸形 當然事後還有一些檢查 譬如說糖尿病 譬如說微型肝炎 這都在差不多二十八週以後 就改成兩個禮拜一次 然後在三十六週以後 改成每個禮拜一次 一直到逐月生產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有一定的間隔 我都要安排好使 你就聽福山科醫師的建議 說當時來檢查 這樣就可以了 之前剛才有一堆又有趣 有趣的 他們兩個因為 一直沒有生小孩嘛 兩個到外面感情不太好 說沒有離婚 離婚之後 因為離婚 要辦離婚 那段時間又多做會 結果離婚之後 就發現說懷孕了 還結婚好了 再去回來 到底是不是 我們現代人這種高壓的生活 一直在你的環境下 其實也是不遇到一個懸淫 因為我想說 很多人說現在又找不到懸淫 到底是怎麼不會生 就是治不好 是 主席在那個勘產牌有說 現在現代人 7個裡面還有1個沒辦法生 這個比例當然是 越來越多的現象 懷孕很多人 第二 剛才有說到年紀的問題 因為現在台灣就要學歷 拚經濟都晚婚 晚婚絕對是引起 補孕一個最大的因素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壓力 導遊主席有說 壓力是影響非常大一個因素 譬如說你的工作的壓力 你的學業的壓力 這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導遊主席有說 有的人放輕鬆去二度蜜月 回來就是突然有生 這是我們臨場最重要的 有的人開始真的是壓力很重 譬如說他很想要懷孕 所以就去吃什麼乒乓 自己搞得神經兮兮的 我們的健康裡面 也是做室館癌的人 如果說他比較操煩的 壓力很大 容易緊張的 大部分都不容易走床 不容易懷孕 再來說有的人室館癌做了 來就自然懷孕了 甚至說他就自然懷孕生兩三 生到就要結紮 這種情況也沒辦法度過 所以這個情況也很難說 對 你剛才說 我也有剛才說 他本來就是他不會生 成功一個室館之後 為什麼要被人家自然懷孕生 他說奇怪 之前是要不生 還是說什麼東西 豁然暢通 因為這個福運的情形 是我們爸爸的眾 都說不清楚 今天很感謝我們 吳醫師來現場跟我們分享 今天的節目就在這裡為止 更多時間 不充滿期待我們的健康 新健康 也讓你越來越健康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